高雄一名流性水電工因暗戀國小同學小慧 化名 某日到他家修理燈泡時 而是他剛離婚 盡心聲歹念 趁機對他進行不當行為 小慧驚慌思錯後報警 劉蘭隨後賠償和解 法院最終一強制猥褻罪判處他一年徒刑 緩刑4年 根據判決書內容 2022年10月13日下午4點左右 小慧發現家中燈泡故障 想到國小同學劉蘭是水電工 便聯繫他求助 劉蘭接到電話後迅速趕到他家 很快就將燈泡修好 兩人隨後閒聊 劉蘭得知小慧剛離婚 心中多年來的暗戀情愫頓時湧上心頭 認為自己有機會 並向小慧表白 並趁機將他抱住 進行不當觸摸 小慧當場驚慌思錯 立即推開劉蘭 並嚴正警告他不要靠近 然而 劉蘭仍不放棄 試圖繼續接近他 小慧最終無法忍受 決定報警 法官考慮到 劉蘭無視多年同學情意 未能自律守法 僅未滿足私語 利用於小慧獨處的機會 做出不當行為 給小慧帶來嚴重的身心創傷 對他的人格尊嚴和性自主權造成了重大損害 法官進一步審酌 劉蘭在法院審理過程中 最終承認罪行 並與小慧達成何解願意以50萬元賠償他的損失 且已經開始分期付款 此外 劉蘭此前未曾因故意犯罪 而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 並以支付首期10萬元 小慧也表達了原諒的意願 法官考量到雙方已達成何解 罪一強制猥褻罪判處劉蘭一年徒刑 緩刑四年 並要求他參加三場法治教育課程 權恩可上訴 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Vin New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